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郭超凯 12月17日长尔5号探测器 在完成月球自动采样后返回地球 成功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 长尔5号任务是中国探月工程 绕落回三步走的收官之战 也是中国寒天领域迄今为止最复杂 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 中国为何要去月球挖土 长尔5号探测器是如何载入返回地球 带回的月球样品又将如何使用 未来中国还会探索哪些星球 中国焦点面对面邀请到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以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 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 长尔5号任务新闻发言人裴赵宇 为大家进行权威解读 裴赵宇你好 你好 12月17日长尔5号探测器万里走单旗 结束月球任务返回地球 成功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旗 那您能否带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长尔5号这个探月之旅是如何一路过关斩将 期间它有经历点哪些东西呢 好的 长尔5号从2020年11月24发射以来 经历了地月转移 静月自动 环月飞行 着陆器和上升器进行月面着陆 之后又开展了月面采样 月面上升 与轨道器进行交汇对接和样品转移 之后轨防组合体进行黄月等待飞行 然后又进行了两次月底入射 然后是月底转移高速再入地球 大概算下来是11个阶段 您刚才有提到长尔5号再入返回的一个方案 那为了让它顺利的回家科技人员是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方式 俗称在太空中打水漂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太空打水漂 长尔5号在太空实施打水漂的难度和关键点就在哪里呢 我们这一次长尔5号所选择的再入方案 准确地说叫半弹道跳跃式再入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 一个是半弹道 一个是跳跃式 我们以11公里左右的速度再入地球 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是速度高 它会带来力的影响 热的影响 这个速度的影响会比地球轨道再入的速度7点几公里 多3点几公里 我们就采用了跳跃式的方式 就是通过两次再入地球 增大寒程 增加再入的时间 使得力的冲击就降低了 热的影响也降低了 采用半弹道式就是以初始的再入的速度 姿态 再入角等作为这个再入的初始条件 然后我们通过生意控制 来实现对飞行轨迹的航向控制和抚养控制 这样它就可以更准确地落在预定的着陆地点 所以就要半弹道式跳跃式再入 解决了落点精度问题和摘入过程的力的影响和热的影响问题 我们平时都玩过打水漂 用一个片石打在水面上 在进入水面之内之后 水的生力会使这个片石再一次的弹起 然后它的重力又会让它再一次的进入第二个水面以下 那我们打这个场合五号返回器 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第一次进入大气之后 大气会给它提供一定的生力 这个生力使得它可以又从大气层中出来 进入到大气层外 然后重力又会使它再次的进入大气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打水漂 那我们也注意到说 场合五号探测器在月面工作期间 它只用了19个小时 就完成了月面的自动采样 比预期要顺利一些 那如果回头看整个场合五号的过程的话 您觉得它实际的操作难度 是要高于还是低于预期呢 在场合五号任务中 从着陆之后的很多环节 是过去没有经验的 我们第一个碰到的就是月面采样 因为我们这个采样 要采用无人的方式 它跟着陆的状态就密切相关 跟月面的地形 地貌 地质 都也密切相关 在这一次场合五号实际任务中 我们的采样虽然只花了19个小时 但是从过程来看 刚开始我们认为这个表面来看 它有点像那个沙漠与戈壁交界处的那种地貌情况 会以为比较坚硬 然后我们用这个表曲方式进行采样的过程中 感觉到还行 还比较好采 所以这个采样的时间就节省下来了 节省下来的时间 我们又开展了一些其他的工作 比如说这个国企的展示 有效载荷的第二次的全面探测 还有这个上升的一些准备工作 这些工作原来预留的是八个小时 现在就显得更加的从容 您刚才有提到说 长河五号在完成月面自动采样之后 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其中有一个工作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就是月球的五星红旗的独立的展示 那现在的话长河五号已经回到地球了 那网友们也非常好奇说 这个五星红旗到底是留在了月球呢 还是带回了地球 我们长河三号长河四号 都是落月和巡视任务 我们在落月的着陆器和巡视器上 分别都表面贴了这个国旗 这两次任务的国旗 伴随着长河三号四号 就永久地在月球表面了 在长河五号任务中 我们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示国旗 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国旗展开机构 在我们完成采样任务之后 这个启动了这个国旗展开机构 它是从着陆器的侧面伸出来的 因为我们着陆器在完成采样和起飞的支持作用之后 就永远地留在了月面 那国旗也会永远地留在月面 嗯 明白 那在拿到月球样品这份太空快递之后 我们会如何处理这份样品呢 这个样品对于我们了解月球又有哪些帮助呢 首先要解封 样品容器因为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封砖的 它进入地球之后啊 要在地球的环境下来进行操作 这里也不同于一般的罐子开封 解封之后呢 我们还要对样品进行这个分样 然后进行测试它的基本特性 物理化学特性测试 然后要进行这个样品的登记 也就是说要给每一份样品建立一份档案 那么从这个科学研究的角度呢 我们将制定一个样品管理办法 对于样品如何管理 如何分配使用 会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 样品它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基础物质 一方面我们会组织 国内的科学家对样品进行研究 同时在我们的管理办法中也提出 我们会积极开展 国际样品研究的国际合作 我们也会欢迎这个国外的科学家 来开展对样品的研究 我们是在样品管理办法中提到 我们要成立一个科学家委员会 我们要向国际上征集 样品研究的方案建议 通过科学家委员会 来对这些建议进行评估 认为哪些建议有科学价值 样品使用合理 样品的管理有序可靠 通过这种方式来决定 提供哪些样品 从事哪些研究 我们对国别是没有限制的 没有提出这个国别限制 我们是鼓励科学家进行样品的研究的合作 之前的话曾经有报道有提出过 藏尔五号带回的一个月球的样品会分为两份 一份是保存在北京 另外一份是保存在湖南 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呢 在对月球样品进行处理之后 进行研究之后 我们后续会怎么去保存这些样品 当时我们在论证探月共产三期的总体方案的时候 考虑到月球样品非常珍贵 我们应该有一个稳妥的方式来确保样品的安全 所以就想到了一个地方在北京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地面应用系统所在的地方 它负责样品的处理 保存 管理一些工作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想的 就是它要起到异地融灾备份这样的作用 那从这个角度说呢 就要选择地质条件比较好的地方 认为湖南少傻那个地方适合这样的条件 那除了嫦娥以外的话 中国还有很多郁郁深刻的浪漫名字 比如说像北斗 天问 还有天工 那很多网友也说啊 中国的寒天人是平平无奇的取名小天才 您能否给我们讲一下 这些重大功臣都是怎么起名的 背后有啥讲究 一个是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也包括很多这个神话 梦想这一类的文明 这给我们的起名提供了不解的源泉 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追求梦想的民族 所以这个寒天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追求梦想的事业 这里边有很好的这个匹配性 这是中国的文化带给了我们 这个思想的火花吧 第二个呢 起名也是个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的任务起名 要考虑到这个名字与任务的匹配性 也考虑到这个与这个神话故事的匹配性 还要考虑到这个民众的可接受性和这个认可性 当然起名字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的 我们一般的做法呢 是会先进行这个网络或者民众征集 征集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请专家来进行这个评选 逐步逐步的筛选 最后会留下认可度比较高的几个 然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长五号任务是中国寒天迄今为止最复杂 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 那难度这么大 中国为什么还要去月球挖土 探月对于中国寒天来说意义何在呢 那这些任务是否也为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去做准备呢 我们国家规划了绕落回三步走 通过绕落我们掌握了一些技术 那么通过返回使得我们就具备了地月往返的能力 那么从科学方面呢 我们通过绕进行了全月球的普查 我们通过落进行了区域性的详查 但是鉴于重量的限制 我们所携带上去的科学仪器 中央有限 所以它的精度也有限 它的精度是无法跟地面的仪器设备相比的 另外呢 这个我们获了样品之后 通过地面的精细研究 可以结合绕和落的科学数据 来进行 这个相结合的研究 这样我们对月球的认知可能就更加的全面 也更加的精细 探月对于这个航天发展的影响 我有一个比喻啊 人们对月球的认知就跟百年前人们对海洋 深海的认知差不多 在一百年前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深海有什么 更没想到我们还真有能力 有必要开采出来 为人类服务 那么现在的月球 我感觉人们对它的认知 还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再说 我们对地球轨道的航天活动 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 也比较成熟了 目前的 我感觉是从掌握技术的阶段 进入到了拓展空间应用的阶段 而月球及其升空 以及升空啊 我们还很少涉足 这个月球与升空探测 是带动我们航天技术发展的 一个非常好的载体 所以我们要开展这个月球和升空探测 既是长远的战略性的需要 也是这个发展航天技术的需要 通过绕落回三步走 可以说我们掌握了月球探测的 基本的主要的技术 这些技术的掌握 可以为未来的月球探测 也可以为一些升空探测 积累技术 奠定基础 比如说有人评价 这一次长远5号采样返回 它就像一次无人版的阿波罗计划 当然了那个 我们从整个飞行过程来看 与阿波罗计划是有相似之处的 但是在具体的技术环节 有人和无人又是不同的 那后续的话 像我们的探月工程 还有哪些计划和安排 预计将实现什么目标 绕落回可以说 是我们对月球探测的开始 通过这个三个阶段的实施 我们掌握技术之后 我想下一步可能是要 发展空间技术 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 要全面发展 那么我们想下一步 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 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 所以大家提出来一个 月球科研站的概念 打一个比方 就是我们去南极考察 过去我们是派船到南极去 每次船去船回 这样的方式 它所在南极进行的考察活动 是有限的 现在我们已经在南极 建了好几个科研站了 考察站了 那这样在南极的科考活动 就更有效应了 所以我们想在月面 建设一个月球科研站 它能够更好的服务于 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 建设月球科研站 除了是中国的一个计划以外 我也注意到像欧空局 俄罗斯 日本也有相关的这样一个计划和安排 那未来在科研站的建设方面 中国是否有考虑说跟国际的同行一块合作努力呢 我们国家的月球探测 现在正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在更多的跟国际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从长河4号 我们就搭载了四个国家的科学仪器 我们已经对外发布了 长河6号小行星探测的合作机遇 在月球科研站方面 我们把它作为 我们未来月球探测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 我们也是想以开放合作的方式 来开展月球科研站的建设 我们在国际上提出了 共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倡议 也得到了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 另外我们在行星探测方面 大家知道今年的7月份 我们发射了天文1号 它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火星探测任务 按照规划 我们还将在未来的10年内 实施一次小行星探测任务 一次火星采样返回任务 还有一次是木星穿越和行星际穿越的 这个远深空的探测任务 所以这个整体来看 我们的探测的对象 已经从月球进入到了行星际 那么我们探测的这个目标 已经从这个掌握空间技术 到全面发展空间技术 空间科学和空间应用 我们发展的方式 也从以独立自主为主 转向了全面开放合作的阶段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国际上也有很多国家 在开展月球探测 月球探测正在成为 航天方面的一个新的热点 我们也愿意 在其他国家牵头组织的任务中 参与其中 您刚才有提到说 中国未来的行星探测 可能会选择木星还有小行星 在中国探火跟探月之后 是否会淘金到金星探测 那中国在行星探测的选择方面 为什么会选择木星和小行星 而不选择金星 对于行星际探测 我们国家的专家 应该说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论证 经过论证 大家还得想着 怎样以最少的代价 最少的任务次数 来实现更多的探测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们暂时把金星放在来一边 但是我想这是暂时的 我们可能会通过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方式 来开展金星或其他 行星的探测活动 好的 非常感谢裴主任 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